老美学者评论称 中共大势已去 崛起将终结 孙力军到底私藏了什么样的疫情机密 大陆楼市泡沫抄日本 破裂信号已现 美国违约倒计时 为何走到这一步 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2日 欢迎收看第四期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十一期间 北京威吓台湾军机大批次扰台 连续两日打破记录 1日 38架解放军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这是台湾国防部公布统计以来最高记录 2日 北京再添一架 39架军机再次更新记录 面对台海紧张形势不断升高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10月1日表示 正密切关注中共对区域对台湾的军事威胁 并将一如既往信守对台湾的承诺 在国际社会关注中共的嚣张气焰之际 美国两位学者撰文指出 陷入国际社会围剿中的独裁专制中共 已经大势已去 其崛起将终结 并已惨败告终 美国新长春藤成员之一的塔夫兹大学政治系副教授贝克利 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国际研究学者教授布兰兹 一日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指出 中共同时出现了严重的资源稀缺和人口老化现象 因此虽然北京在尽力隐藏 但是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经济放缓现状 同时由于重回极权主义的中共已经变得非常脆弱 却依然在处处树敌 因此遭到了美国领导的 民主国家联盟的战略围剿 文章得出的结论是 中共在其一度过快的崛起后将面临着一场惨败 文章写到中共在过去的十多年红利用尽败相已写 例如专制的政权扼杀了革新 自营企业和地方企业 而中共自己的国营企业的效率非常低 同时还多年出现经济实际上没有增长的情况 加上严重的劳动力老化和资源稀缺现象 都引发经济长时间的低迷 与此同时 过去十年中国的资源开始耗尽 境内有一半的河流断流 中共当局承认污染导致中国60%的地下水 不适合与人类接触 经济飞速的发展还要导致 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净能源进口国 也成为世界上农产品最大的进口国 更糟糕的是 中共的债务从2008年至2019年翻了8倍 三分之二的基础设施项目永远无法收回其修建成本 这种非生产性增长的迹象在中国无处不见 其结果是导致失控的债务 负债累累的恒大现在遇到的问题 可能就是中共未来的一个征兆 文章最后写道 当然民主社会搅供合作依然是一个进展中的工作 但是这种环环相扣的伙伴关系 最终将成为套在中共脖子上的绳索 虽然北京目前依然非常嚣张 但是其无法回避惨败的结局 因为其大势已去 这就是中共崛起之终结 我们新一期的时光故事节目已经播出了 这一期我们说的是一段乱世传奇 世界上最性感的女间谍 与一名中国将军的致命爱情故事 她们还共同生养了四个孩子 这一期的视频面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去观看 好了 让我们来接着看第二条新闻 中纪委日前宣布 公安部原副部长孙力军被双开 官媒称措辞极其严厉 这类案件当局不会提供细节 字里行间推敲下来 似乎与中共明年召开的习近平第三次 连任总书记的二十大有关 法广的评论指出 孙力军的手装罪过违背其两个维护 意思是对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够忠诚 这指控也是对对手最有震慑力的 忠诚度如何不够 没有任何细节 但有一句话令人惊异 说孙力军政治野心极度膨胀 但孙力军级别只是腹部 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他真的基于大魏 甚至欲取习而代之 或者是帝王般的习近平的幻觉 耐人寻味 文章分析 另一个指控是孙力军形成利益集团 成火做事控制要害部门 孙力军是十九大代表 应是习近平横扫贪腐官员 五年大清洗之后的新进官员 竟然已形成利益集团 而且控制要害部门 这句话透露出要害是 孙力军位居公安要为让人忌惮 从习近平外调野战军军官 负责中南海警卫 今年三番五次大肆整治公安和政法部门 习对自身的安全有明显的顾虑 对眼皮底下的人同样不放心 假如孙力军的野心和能力 还不至于犯龙威 上述罪名给人的感觉 更像是杀鸡给猴子看 猴子是谁呢 不清楚 至少是习近平忌讳的一种势力 在二十大前夕 习的心态似乎很不稳 文章最后写到 据指孙力军当时在武汉一手遮天 甚至控制了地方和中央的电话通话内容 他本人可自由出入最机密的PACE实验室 收集了许多病毒证据 作为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 掌握一些秘密材料 秘而不宣 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工作 很难说存在 私藏私放 除非孙力军早就留有一手的想法 如今孙力军到底私藏了什么样的机密疫情资料 恐怕在习近平治下是不会对外披露的 但从中纪委使用的严厉措辞看 孙力军一案因与党内斗争的激烈化有关 不仅指孙力军的所作所为 包括收集机密资料 被视为是以某种形式参与了高层的权力斗争 而且已经威慑到了习近平的信誉或者安全 最近一段时间 恒大 融创等房地产企业的坏消息不断 在北京严格的调控政策下 大陆房地产的投资和销售持续转冷 恒大危机继续蔓延 而最让人担忧的则是房价下跌 因为这是最有可能引发房地产危机的导火索 各种指标显示 中国房地产泡沫的严重性 早就超过了日本房地产危机爆发前的情况 房地产灰犀牛似乎越来越近了 一位大型房企搞管对路透社透露 目前各家银行都在竭力避免成为最后的风险接棒者 正在以各种名义要求房企提前归还贷款 让房地产企业的处境更为艰难 一些违规涉入房地产项目的机构 也面临着撤回投资的压力 这些情况也都显示出 愈演愈烈的恒大事件正在转变为行业性恐慌 在强力检管之下 房地产市场明显降温 中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7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8.5% 是年内首次转付 8月份重点监测的13个城市 二手住宅成交量比上个月下跌了17.9% 同比跌幅达到36.6% 8月份50家代表房企拿地总额同比 更是下降了76.2% 两周前河北张家口发出通知 要求新取得预售许可证的项目 不得低于备案价格85%进行销售 这已经是最近两个多月来 第九个出台房价限跌令的大陆城市 通过分析对比看得出 房价下跌在持续蔓延 而且已经从三四线城市发展到二线城市 日经中文网近日一篇文章分析到 谈到中国当前的地产泡沫 已经超出当年泡沫期的日本 软着陆并不容易 文章暗示中国泡沫经济崩溃的信号已经出现 因为价格下跌将进一步打击高负债的房企的资金周转 虽然中共当局对过度降价进行了直接干预 但是金融机构不良债权的增加 可能会引发房地产危机 导致经济低迷 经济学家马光远就曾经发文警告说 尽管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一些泡沫破灭的迹象 但不能采取过度紧缩的政策 最好的办法是让时间慢慢的消化泡沫 显然北京当局并没有这样的耐心 所以在强力调控下 房地产泡沫破灭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如何避免美债违约呢 如今这个问题已不是天马行空的畅想 而是华盛顿的悬头之鉴 否则这将带来灾难性的违约后果 算是美国自残 还有专家警告 目前这种险象还生的情况 可能让中共坐收鱼峰之力 德国之声报道 债务限额规定了美国最多可以借多少钱 来支付政府的账单 这其中也囊括了从社会福利项目到军队的工资 据美财政部的数据 自1960年以来 该限额已经被提高 暂停或者推迟了78次 上任总统川普2019年通过了一项预算措施 将该限额暂停了两年 当限额在2021年8月1日恢复时 美国债务已经达到上限 现在为28万亿美元 美财长耶伦宣布 美国政府从8月起采取非常规措施 但这些措施将不再足以支付10月18日之后 华盛顿的账单 报道指出 美国国债通常被认为是流动性最佳 最安全的资产之一 也是全球经济体系的支柱 如果真的出现违约 这将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分析家们的共识是 华盛顿不支付 债务利息将是一种自残 这将削弱刚从新冠疫情中所恢复的经济 并可能对美国的国际地位造成永久性伤害 此外 美债违约不仅仅会对美国 也会对整个世界经济金融体系产生影响 可能导致世界资本市场的信任危机 引发全球经济动荡 报道援引两党政策中心 经济政策主管阿卡巴斯警告 这样对峙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可能让中共坐收渔翁之力 不过大部分华盛顿的观察家认为 美国两党其实都不希望出现国家违约的情况 认为他们会以某种方式达成协议 而这很可能是在最后一分钟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